记不记得6月15号 这个海警三号令上路 你就看到早在6月12号开始 再往前推 大陆所有的部署阵仗 全部都放好 有075啊 对不对 3万吨的这个巨舰啊 还有昨天我们讲的055啊 三艘055 052D啊 就是预料你菲律宾一定会来闹事 所以为了这个6月15号的 海警三号令上路 其实你看到 南海上密密麻麻的中国船舰 真的是没有任何赢的可能 今天有一个大陆的博主 都出这个讯息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时间是今天早上 在南海附近的北部湾海域 他赫然看到 划定了一个非常巨大 他说这是他看过史上 最大的军事演习禁航区 跨度呢达到了340多公里 这个面积呢 比整个海南岛都还要来得大 整个加起来 李将军看到了什么 其实不只是看到了菲律宾嘛 对不对 看到了整个南海 打菲律宾给美国看 其实我这次看到了什么 我把它定位成 大家都说是南海中飞的冲突 我把它说成应该是叫617海战 海战 对 为什么我说海战呢 其实海战大家不要想说 一定要军舰大炮轰来轰去 这也是一种海战嘛 第一个为什么我说是海战 第一个你看 菲律宾来讲的话 他是西部军区策划的一场行动 对不对是策划的叫军事行动 他就不是说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动作 那第二个他参与的官兵 都是海军的特战 特种作战队的队员 所以参与的是官兵嘛 那你说是不是海战 菲律宾来讲他就是军人 军人出去就是打仗嘛 那中国来讲的话当然是海警船 可是你要看为什么他不敢开枪 因为你要注意看他的后面 有什么东西在 后面有055大区 所以这个东西 说真的大陆懂的人还真的不少 所以我们今天看有些图片 来倒播丢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大陆网友全面嗨起来 好第一个我们先来看 阵仗昨天这是四打一 我昨天就讲 在海面上 菲律宾总共是六艘船只 我们昨天看到这张船 这张照片 这是预冤谈天所公布的讯息 有没有 这是四打一 一艘这个大陆海警 二亿五五一号 然后菲律宾硬核冲气船 在这里 旁边还有一艘 有没有渔船小艇还有两艘小艇 所以四艘打一夹在中间 进退不得 今天看到海上的另外一个景象 六打三 你看到没有 中方船只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菲律宾的这三艘也是一样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训练 有素的一个阵仗 全部夹在中间 另外还有一张图来 导播丢一下 好然后这个大陆民众也嗨起来 你知道那种满满的幽默感 比方说你看什么斧头 我告诉你这是自拍杆啦 不要再说我们是斧头帮啦 这中国警方在线 他们的小编很有幽默感 不要说我们是斧头 这就是自拍杆 还比对给你看 还真的有点像 我今天还被 一下子被蒙住了 以为真的吗 自拍杆吗 我看错了吗 不是了 那是大疆吗 不是 说自拍杆 你看老相来合个影吧 然后还有什么 这是最新的折叠屏啦 最新款 这是这个飞飞船舰界内的画面 整个被打烂 仪标板都被打烂 折叠手机 有没有 友善的中国人 还给他们分享一个老兵棍 这把水手刀有没有 水手刀 所以你看到这个小编 非常有幽默感 各式各样的 告诉你 没有啦 我们很友善啦 小冰棍 折叠感啦 拍张照片啦 等等 还有那个 大家最关心的055来了 055有三艘 对不对 055也有 052D也有 看到没有 海警在这里 满满的幽默感 因为赢了嘛 大胜嘛 所以这张猫咪 这个比例只要扩大一百倍 才能够看到美国军舰 对应该远远的再放另外一个 那我特别要讲 我把它定义为是一场海战 那战略是什么战略 叫关门打狗的战略 关门打狗 为什么说关门打狗 你知道055在什么位置 055在这个 叫做巴拉巴克海峡 我们这边有写嘛 这个看板上面有写巴拉巴克海峡 大家去看巴拉巴克海峡 是在菲律宾跟这个马来西亚 中间那个海峡 那海峡重要性在哪里 因为美军的航母 都是从这边来的 他到南海 他北边就走巴士海峡 南边就是走巴拉巴克海峡 就是输入海 从这边进入南海 那你想想看 一艘055大区堵在那里 那美军他怎么来 他就是要来帮忙来讲的话 他这个也没办法从这边进来 所以我说这是关门打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讲他那是战略 我关门打狗 第二个来讲的话 他是叫做什么 就是守战集中战 我们最近很流行这句话 你看这是不是守战集中战 就是我要打 一开打我就结束了 现在菲律宾展示给你看 数战数绝 我这第一场一下去就结束了 绝对不会拖到第二天 也不会让这事情拖太久 那你什么叫做守战集中战 那就是他绝对集中 绝对优势的兵力 我不但杀鸡用牛刀 我还用三把刀一起杀牛鸡 就是狮子薄吐的那种概念 就是我要打 我就一定集中绝对百分之百优势 我不但十倍 我甚至百倍优势战力 我来对付你 那我们台湾特别要警觉 你今天这个海警 就是示范给你台湾看 我就是守战集中战 我如果说是海警船 你如果说三不五十 来挑衅我来讲的话 我可以有这么多艘船 来修理你 那你台湾 你要不要有所警觉在心 那第三个我特别要讲 就是说这次这个菲律宾 其实也蛮丢脸的啦 对不对 你是军人 你怎么断个手指头 你就在那边这个哇哇叫 枪也被绞了 对枪也被绞了 手指也断掉 你还在那边 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对不对 之前是每天在那边哭嘛 说你们欺负我 你们欺负我 你就卖惨 然后又在那边 第一个哭第二个闹 现在来讲的话 断了一个手指头了 那就山上吊了嘛 那后续来讲 我不晓得菲律宾 还有什么招式 不晓得 但是你知道 你一个军人出去作战的话 你就必须要抱着 必死的决心嘛 你西部军医策划 你不能断一个手指头 在那边跟全世界在那边 这个这个告羊状 哭诉 说我断了一个手指头 我的人手指头 又被中国欺负了 但丽将军你看 他们的海军犯人有特别讲 中方想逼我们开第一枪 所以险见他们出去的时候 应该就被教育 绝对不能开第一枪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有拍到 他们是把机枪架好的 也拿着枪指的中方人员 这都是一种威慑嘛 我觉得这是 从这个事件里面 我们看出来 就是菲律宾来讲的话 他完全没有任何作战计划 我们知道作战一定要有 要全程的作战构想 你既然是军区设划 你要有全程作战构想 什么叫全程作战构想 从开始我准备什么 做什么行动 我打仗的目的是什么 我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在中间 如果发生什么状况来讲 应该怎么样来应对 怎么样来应付 如果说是 你没有这些全程一个 我们讲开战指导 跟中战指导 你要出去以前 你就要让这些官兵 知道说我们这次去的目的 是希望 到底你是希望要挑衅中国 还是要故意去碰瓷 还是要把这个船 上面的这种防袖的机油 送到马德雷三号上面 我觉得如果说就上面 讲的三个任务 你三种做法都会不一样 你采取的手段都不一样 你存心碰瓷的话 你就不要带枪 我就存心去给你撞 我就准备牺牲一两个官兵 对不对 然后甚至我自己做一些 制裁的动作 来造成国际语论 对中方的压力 那如果说你存心 要送机油上去 让这条船防护的话 那你的做法可能又不一样 你就不要用军队 你就用海警 那你第三个 如果说你的作战目的 我这是出于目的 我就是要跟你打到底 那你就把枪架出来 那你不管什么样的状况 是这样我就开枪 我就彼此互相作战 但是我觉得说 从他带了枪又不敢开 那到底他们上级 给他的指导是什么 其实我们军事上面来讲 我们军人 作战第一件事情 我们写作战计划 第一件事情 要思考什么 叫做上级指挥官之意图 就是上级指挥官之意图 第二个就是 本部作战与上级的这种目的 差别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就是到底我们长官 要我是做什么任务 他的目的是在什么地方 因为目的不同 我可能采取的战术手段 就会不同 譬如说我纯粹只是 要把东西送上去 那这是上级希望 那你从这个事后来看 你觉得这次的意图是什么 我觉得这次的意图 根本就没有意图 就是一片很混乱 对不对 你既然又带了枪 你又不敢开枪 然后你那种六艘桥艇 又冲上去 船上面又带了这些机油 你第一个你敌情不明 到底对方来讲 有多少船只你不知道 对不对 你完全状况不明 第二个你派了船 这个又带了枪 你又不知道 又带了机油 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你到底意欲何为 对 其实我觉得 就菲律宾平常讲 他真的是没有打过 这样的国家 对不对 这个从他这些行动 就是一片混乱 然后我们军队来讲 做这个第一个 一定要情报清楚 这个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 做些什么事情 那你贸然就这样冲出去 你就随心找爱打 你要随心找爱打也没关系 我就是碰瓷 那你就准备牺牲一两个 这个海军的官兵 我就牺牲一两个 然后造成国际上 对中方的舆论压力 它看起来好像不是 只断一只手指头 两根手指头 牺牲了两根手指头 对 那有什么意义呢 你要不然就牺牲更大 你就在中间过程之中 对不对 潜伏一些人员 然后做成更大的牺牲 碰撞或怎么样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 等你来拿 您也想要加值行动力 维持青春美丽吗 618年中庆 实际盐 胶原蛋白生态 买六盒就送五包 每日完胜口还定 买八盒就在加码送 十四包梦梦水饮品 绝对能让你满载而归 全场消费满千 就送百 最高回馈百分之十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以100元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购物体验吧